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23日推出了一篇报道 或许可以直接解释 为什么新冠疫情在美国发展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 根据报道 美国国会曾在3月给五角大楼提供了10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扩充全美医疗设备供应能力 但实际上 国防部却把这笔钱的大部分 拿出来用于生产喷气式发动机的零件 防弹衣 军服等军事装备 早在今年3月18日 国防部长埃斯伯在白宫疫情简报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将向五角大楼拨款10亿美元 这笔包含美国纳税人税收的拨款 本应用于支持抗击已致20万美国人死亡的新冠病毒 然而 它却流向了国防承包商 被用于填补美国军事补给缺口 这与国会的本意大相径庭 据报道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霍德·费尔德 上周在参议院开听证会时说 全美各州目前迫切需要60亿美元 以便在明年初向美国人分发疫苗 不仅如此 许多美国医院仍然面临N95口罩的严重短缺 《华盛顿邮报》点评表示 这些问题本可以在最开始用 3月那笔国会的拨款来解决 对此 美国国防部则给出了这样一个解释 报道称 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辩称 他们试图在促进美国医疗生产 和支持国防工业之间取得平衡 他们认为 国防工业的健康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国防部负责采购工作的副部长 艾伦·洛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感谢国会提供的权利和资源 使我们能够投资于国内关键医疗资源的生产 并保护关键国防能力 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我们需要时刻牢记 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而国防工业基础正是两者之间的纽带 华盛顿邮报报道此事时 美国新冠死亡病例刚刚突破20万 许多美国网友对国防部的做法感到极度不满 有网友愤怒地反问道 你们是打算用防弹衣战胜新冠病毒吗 还有人说 除非那些喷气式飞机能消灭新冠 否则那份人的钱就被滥用了 很显然 我们通过这笔钱的流向 可以明显感觉到国防部认为这些新型武器 能震慑或彻底消灭新冠病毒 按照国防部6月份提交国会的方案 总计6.88亿美元博缓投入到军工行业 其中1.83亿美元被奖励给了 罗尔斯·罗伊斯和安塞·勒米塔尔等企业 用于支持造船业 8000万美元给了堪萨斯州一家飞机领部件制造商 用于弥补波音737 MAX客机停飞 和全球航空旅行因疫情放缓而遭受的损失 7500万美元给了美国最大军火商之一的通用电器航空集团 还有数千万美元用于卫星 无人机和空间监视技术领域 被挪用的款项中 数亿美元流向几家大型企业 而也有近三分之一 拨给了较小型企业 每笔不足500万美元 例如 康涅狄克州的一家公司获得了200万美元 用于制造陆军制服 数家无人机技术公司也获得小型拨款 在已知受惠于此项抗疫款的大约30家企业中 还有至少10家 同时因另一项援助项目薪资保护计划获益 讽刺的是 美国国防部分管采购和后勤事务的副部长艾伦诺德 4月曾告诉媒体记者 四分之三拨款将用于医疗设备生产 结果却是大部分资金投给了与抗疫无关的防务承包商 更令人讽刺的是 这些收到补助的军工企业 依旧由于疫情的不断蔓延 被迫大幅削减产量 有的甚至完全停产 这种公然挪用抗疫款项的行为 是对纳税人的不负责以及赤漏的欺骗 如果能把这10亿美元用在正地方 或许美国新冠死亡病例也就不会突破20万了 更或许美国新冠疫情早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这些军工企业就算不接受援助 也可以正常复工恢复生产了 总之这样的行为真的非常愚蠢 大家怎么看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